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奋建新时代主题成就战 随行的还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高官 然而随同高官中 独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央社评论说 习率领党政高官亮相 形同破除近来与他有关的传言 环球邮报27日报道说 中共政治掌握在七名政治局常委 和少数退休党内元老的手里 无论习近平现在处于什么境地 所有疑问可能都会在中共二十大上得到一些解答 但幕后发生的事情 外界仍无从知晓 处于保密状态 随着中共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以及与邻国和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的几率上升 缺乏透明度变得更加危险 报道称二十大前夕 不可避免的会进入中共政治的愚蠢季节 谣言四起 人们开始大喊政变 其实习近平只是休息了那么几天 此前支持习遭软禁传闻的分析很多 也有人认为该传闻不可靠 视频人桑普就指出 习近平可能是身体不适 或者假装不是 故意隐身 目的是在二十大前 引一批蛇出洞 看谁上钩 这是真正目的 台湾学者范世平指出 传言四起是上层的放风 主要还是权力分配不均 不同的派系再用不同的方法放风给国外媒体 中国一般的民意很难出来的 没有空间散播出去 他认为习近平的连任还不至于受阻 但是在二十大之前 这种争议会越来越尖锐 二十大前 中共军方似乎再度释放整肃信号 官媒报道 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9月2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撤销 中共军方少将弹药和无人机专家 前立志 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前立志被撤职的原因 目前没有官方解释 这世纪中共军方高级将领 战略支持部队副司令员 兼航天系统部司令上红 被取消出席二十大代表资格后 第二位出世的将领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中共二十大前后 试图连任的习近平 可能会再次通过打虎 来为自己立威 同时向反习势力发出警告 近日当局已经对政法系统释放出空前严厉的整肃信号 上述两名军中将领的遭遇 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再度释放军队反腐打虎信号 还有待关注 另外敏感时刻 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 孙力军、傅政华、王立科被判死缓 不过外界关注到 这三人的罪行都构格判死刑 为什么习当局要刀下留人呢 时评人王鹤认为 首先目前大开杀戒 可能对习近平不利 因为习要三连任 要尽可能拉拢大多数人 只重击及个别人 有个判处死刑的赖小民 以够为设的了 另外王立科是第一个主动导案的政法高官 孙力军、傅政华也都有重大立功表现 不赐死罪 可以瓦解类似官员的心防 提醒他们不要跟当局死磕 不反习就没事 王鹤还指出 表面上这些人是因为在中共内斗中 以受贿等等罪名判刑的 但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坏事作绝所招来的报应 王鹤表示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觉醒 对中共本身不报幻想了 直接要求解体中共 对于中共体制内的人来说 要看清这个潮流才有未来 自俄罗斯祭出局部动员令后 抗议声浪层层掀起 外界认为俄国已出现革命前兆 另外中共近期的调转船头 更让普京受挫 普京此次动员引发了强烈的抵制声浪 争兵站或是政府大楼被投制燃烧弹等抗疫行为 变得愈发普遍 其他小型的示威抗疫更是遍地开花 有马哈齐喀拉蒂民众指控克里姆林宫 不成比例的将该国少数族裔送上战场 克里姆林宫表示 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关闭边境 不过为防止有人逃跑 俄军的装甲车已部署于乔治亚边境 对此有分析指出 普京正在创造革命前兆 强制征兵很可能引爆民众怒火 另外中共最近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明显转变 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愿意 普京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还对俄国在乌克兰占领四地的入俄公投一事 公开表示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 甚至对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26日提出的 关于乌中沟通越来越少的现象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双方是战略伙伴 中方愿同乌方继续保持两国各领域合作势头 并将秉持客观公正 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局势缓和 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共始终不表态反对 还在外交军事经济上暗住俄国 但专家认为这次中共的示好 让普京灰头土脸 大受挫败 不仅遭受盟友背叛 两国的友好也不再尚不封顶 27日上午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 出席全球台商经贸论坛时 再次强调 台湾本就是独立国家 他还呼吁世界与中共脱钩 蓬佩奥说 美国不赞同中共所谓一中政策 台湾是美国盟友 而中共是压迫性的对手 另外其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言论 得到了如蕾的掌声 在经贸方面 蓬佩奥提醒 如果想要一个自由的21世纪 是截盖与习思想下的中共脱钩 川普主政时期的围堵政策 已经使得中共有利的经济现状发生变化 他指出 美国已意识到 与中共交易没有自由和公平 因为其一贯在盗窃知识产权 虐待劳工 实施种族灭绝和迫害宗教团体等 当谈到近期中共在台海升高军事威胁一事 蓬佩奥表态 美国将未雨绸缪地协助台湾 具备自我防卫 搜集情报等功能 另外美东时间26日晚 蓬佩奥所在的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 发布了蓬佩奥 致中国人民第二集视频 揭示中国共产党 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 蓬佩奥在视频中指出 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 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中共来说 你们中国人民是他最大的敌人 蓬佩奥说 所有他与中共互动的过程 都让他相信 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控制 中共二十大前夕 一部反映中国西北农民艰苦处境的电影 引入陈烟 7月8日正式上映后 票房突破1亿元 还入团了第72解播零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然而9月26日 该片从优酷网 爱奇艺 腾讯等各大视频平台 被全网下线 目前引入陈烟 官方尚未对此回应 旅居美国的青海省前政协委员 王瑞琴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引入陈烟如实反映了社会现状 但现如今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只允许唱赞歌 任何形式的只要涉及社会不公等 他不能接受的都将遭到攻击 人们也在网上写出了对中共体制的失望 网友们说 一个国家竟然容不下一部电影 所谓的文化自信 这样的自信是自欺欺人吗 最终让外人笑话 让自己人寒心 真实和爱最终都引入陈烟 为什么见不得光 为什么这都无法直面了呢 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说的 盛世如愿吗 一定要捂着嘴也要赞美吗 9月26日 昆仑策研究院在今日头条发文声称 中共二十大马上就要召开了 扶贫是党宣传工作的一项重点 这样一部扶贫电影 却把人民描述的没有一点出路 有评论说 或许这才是该电影被下架的真实原因 据悉 中国广东深圳福田区沙伟村 由于发现一种确诊病例 当局决定实施一个月内的第三次封控 二十六日 大批不满的市民上街抗议 相关视频透过设美疯传 网传视频显示 当晚大批戴口罩 身穿防护服的警员感到现场维稳 不少原先在场抗议的居民 与警员发生肢体冲突 还有民众大喊 共产党说话放屁 不对线诺言 虽然相关影片已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被删除 但在微博上仍引起不少讨论 有网友称 最近几波疫情 福田区上杀下杀 杀头杀尾都发现感染者 被封控隔离不下六次 相当于每隔几天就封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民众会不满抗议 有店家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局采取严酷的防疫措施 严重影响民生 没有任何补贴政策 商家不准营业 市民不准离开封控区 但房租等一切杂费还照脚不误 而这种一刀切的封控措施 没有科学依据 本来习惯顺从的人民要被逼疯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